大家好,Chis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星期凌晨英超第八轮有洛定咸森林主场面对水晶宫 两队实力接近,大家近期发挥也未如理想 金仗双方都没有全取三分的把握,好大机会会打和 另外,这场赛事我们Mplus会提供现场直播 洛定咸森林过去两季都是护级球队 今季希望取得进步 活得、赫神、奥道尔这些球员表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 头四轮比赛,球队赢了两场 其中手下败仗有礼物浦 足以证明他们今季是要有增胜的决心的了 但好境不强,近三轮一胜难球 和了两场输一场,状态有下滑 留意今季主场还未开齋 进攻无力,就是阻止球队获胜的主因 昆祥入不到一球,而且主水柳炉 中场基比斯韦特和荷特普罗斯的金像停赛 而门将素斯和中场丹尼路奥利华拉等人都相缺 所以金像,落定咸森林实力大打折球 好在面对近方也不太好,金像森林应该至少得到一分 水柳公方面,上季排第十 今季也有几名大将尼队 但也引入了尼基迪亚和廉田大地 这些实力不错的球队 加上有艾贝列治伊斯和马迪达这些重要球员流队 水柳公实力得到保持 但今季头七轮赛事表现令人失望 只和了三场,输了四场,没赢过 主水柳斯拿也面临压力 加上水柳公最近三次面对落定咸森林全部打和 双方都没有取胜的绝对把握 金像再次作客面对落定咸森林 很大机会打和 人的方面,后卫丹尼、梅路斯和中场捷克 杜哥尼都是欣赏要比战 立即下载M直播 无论何时何地 犹如智新现场 看尽足球、篮球赛事